想看看这个孙文的后代长得什么样子 毛泽东的后代长得什么样子吗 今天有个女的她受到关注 她叫做刘婷 因为她的父亲是谁呢 她是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 这个刘婷呢 现在以杰出企业家的身份一露面呢 马上引发了媒体关注了 我们有市场 也有生产的基地 我们觉得相互合作的 这个是前景是很光明的 对两岸企业合作抱持乐观态度 她是北京联雅集团董事长刘婷 第一次来台湾就备受瞩目 因为她的父亲就是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 刘少奇当年是中国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 但她已遭受文革所苦在狱中死去 父亲的过去让刘婷这次来台引起关注 但她本人却选择低调 台湾的民风特别好 可能是教育水平普遍的 很高 所以是这个还没有开始看 今天大会以后 我们还有四天的行程 可以去看 讲到台湾 刘婷不讳言印象很好 还想利用时间到处走走 但无巧不巧 两年前毛泽东的孙女孔东梅 同样来台出席女企业家论坛 刘少奇和毛泽东 尽管当年因为权力斗争而不和 但后代却又先后造访台湾 时空背景不同 唯一相同的是不愿提起的那一段过去